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我们要来上两节非常好玩的课 好 我先把它刮起来 好 那你用你的眼睛想象一下 你觉得这个电影的画面里面 会有哪一些声音 还有吗 大吊声 大吊声 这样子的声音 电影里面的肉只有这样子 跟真实人生一样 会不会有点不变 我觉得还有可恶 音乐有可恶 对不对 好 口白 好 口白 这个佳容 配乐 配乐的声音 配乐是很重要的 好 还有吗 音效 音效有哪些 像刚刚讲的 安杰说什么 快门 快门的声音 还有吗 刚刚还有什么 快门的声音 对不对 还有什么 那些声音 好多 只要不是讲话 不是音乐 那些声响 就是音效 好 我要拍一个恐怖的电影 好 那我要假装 走过去 我要把这个抽屉打开 然后里面可能会 不知道有什么 好 那我现在就配 对不对 那你觉得里面是什么 妖怪 对不对 可是你看到妖怪了啊 没有 你看到妖怪了吗 没有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会觉得 因为音乐先告诉你 对不对 先告诉你 可能有妖怪 哦 所以你看 音乐呢在这个 电影里面 是百年很重要的角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冰雪基愿是什么样的颜色 蓝色 蓝色 为什么你觉得 因为冰 因为那些雪 冰是蓝的 冰是蓝的 好 那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很温和 幻化细春为什么是黑色跟黄色 因为就是有明亮的感觉 可是天色又好 哦 感觉很明亮 可是天色是暗的 所以有两个颜色 来 谁告诉我 课本上面有写 写实一下有哪些 鸟叫声 电话声 哦 鸟叫声 电话声 就是真实的 非写实 有什么 来 举手告诉我 飞铁 什么 飞铁啊 我就是 没有 不真实 音乐音效 我就要用弹的啦 你觉得它在干嘛 掉下来 掉下来 滚下去 对不对 所以你就 什么 往上跑 对 对不对 好 蝸牛走路 可是这个声音 你要感觉一下 它有时候是就卡通 就是会比较非写实 你觉得它这个走路的声音 是写实还是非写实 啊 很好 平盖掉落 好 平盖掉落 那是哪一个呢 写实还是非写实 非写实 非写实 真的有平盖吗 有 有 所以是写实还是非写实 写实 对不对 你要看真的有没有 狗叫声 狗叫声 是写实还是非写实 写实 写实的很好 有没有非写实的 小虫跟走路的时候 诶 对 小虫走路那个声音 好奇怪 开始吧 哦 开始吧 是写实还是非写实 写实 好 那今天呢 上了两节课 请问电影的音乐里面 有哪三个元素告诉我 好 3 2 音效 那以后呢 我们有机会还会去上更多 不一样有关电影的事情哦 好 这教材今天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 把各种不同领域的东西可以结合 因为东西已经很多了 怎么样去把它融合再创新 然后或是发展出不同的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那现在也是有很多的音乐会会融合影像 或是融合舞蹈 或是融合戏剧 各种方面 其实各个展演都一直在创新 画展也是一样 也有舞蹈在融入 所以其实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要 让大家可以打开视野 然后有不一样的火花产生